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KS看股 今天是1月13号啊 昨天美联储 美联储那个美国通货膨胀报告出来 昨天报告出来是 6.5 就是跟意料一样 不是讲超级好也不是不好 ok 从7.1跌到6.5是ok 所以当他通货本教数据ok的话 下次美联储可能起息可能会起0.25少一点 因为上次他们起0.75 0.75下死人了 如果他去0.25这个是对market 好了 暂时还是ok 因为他是6.5 他没有低过6.5 如果低过6.5可能美股昨天就会大反弹 昨天美国是小反弹不了 小反弹 亚洲也是ok小反弹 因为他的数据是ok 不是讲哇 跌到6.3 6.2 哇这样子market是 market是很积极啦 会很乐观啦 所以现在ok了 算ok 大部分的market也是有反弹的今天 也是算ok了 还有一个server dynamic 今天复排13号 然后18号又要停排 因为他也上一次的那个 账他也交不上去了 所以也是要停排 所以今天有大账一轮 so super dynamic 因为 super dynamic 可能不会不会被清盘 因为你看这个pnb pnb跟 pomod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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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这些啊 钱在里面啊 很多这些啊 啊 机构啊 有些机构他投资的钱里面 投资了钱在里面啊 所以他不能倒闭 这个看怎么样啊 这个啊 如果他不倒的话 他有机会了啊 因为他现在蛮便宜 所以有人今天也有进去炒一轮了啊 ok so server dynamic 有进去炒一轮了 啊 so 他今天看看server啊 如果好像我讲了啊 dai napa sepi ya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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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如果他大难不死 他真的可能有机会可以可以回去啊 啊 因为有啊 因为如果他大难不死 有这些某个机构去帮他啊 因为不要他倒闭嘛 他倒闭 PNB跟这个啊 啊 达姆哈记会大亏损嘛 可能有有某一个集团去帮他啊 支持他 可能他能会生他能会生 这个这个 他他他他还有这样的问题啦 他他上一上一次的章也没有交到 说他又要中停牌 暂时都是不要玩 100%都是啊 对我来讲都是这些钱不敢赚啊 ok 你们要追你们自己考虑啊 这些钱我不敢赚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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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免责声明箱 记得点击点赞分享留言啊 支持视频啊 天天都有视频啊 星期一到星期天啊 不星期到星期五啊 星期到星期天 每天都有视频 星期到星期五我们 当啊 market收市之后 我们要我们就会看看今天的新闻 看看国际 看看今天的新闻 然后看看图 看下有没有图跟新闻 ok 啊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出来 可以看到机会 危险 情绪 跟啊 历史啊 ok 记得点击点赞分享啊 记得按那个铃铛 你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天天都有视频啊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 还有要开户口 CJ Sambia 马来西亚其中一个最大的交易平台 可以玩马股 新加坡 香港 美股 其他国家都可以 这四个你可以在网上 可以上网 可以用那个iTrade那个软件 可以可以下下order的 而其他的可能你要打电话去啊 ok so啊 记得 下面有个表格啊 ok 这个视频上面 description有个表格 你填那个表格 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那个revisor 或者他的这个 啊 他的这个团队 就会过你 跟你上网开户 开户口是不用去银行 不用去哪里的 你在外国也可以开 你在家就可以开了啊 不用去哪里了啊 ok 因为全部 现在全部东西很方便 全部上网的啊 ok 看美股什么名证啊 请注意 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 寻求专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看看国际今天 OK 马国KLCI KLCI 1495 上了6.37.0.428% 新加坡上了0.795% 香港上了1.044% 韩国上了0.887% 日本掉了1.249% 泰国掉了0.339% 菲律宾 上了1.274% 中国FTXE上了1.850% XXE 中国上了1.007% XXE 中国上了1.191% 澳洲上了0.655% 印尼上了0.179% 纽西兰上了0.768% 台湾上了0.628% 印度上了0.551% 全部4% 印度 所以亚洲蛮不错的今天 只是日本跟泰国有点跌其他的足够 OK 不是讲太大的反弹 所以我们看欧洲 欧洲也上了 今天FC也上了0.544% 德国DEX也上了0.337% 昨晚DAOZE上了0.639% MIXE上了0.701% XMP上了0.342% NASDAX上了0.635% 所以美国小反弹 所以也不是讲太大的反弹 因为那个数据也OK 不算差也不是太好了 中油3820 掉了一点 brand油84.46%是上了 原油78.87%也是上了 哇金已经突破1900了 所以金呢 DVMarket很恐惧 现在很多专家讲 会 这个美国会很大 会有一个大跌啦 会有一个超级大跌啦 会有一个 啊 怎么样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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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金对马币 4.333 所以啊 马币是上了一点啊 对美金啊 OK 所以我们看KLCI啊 OK KLCI今天啊 大概只是冲破 冲破上面了 所以看来他要回去test 重视这个1500 记得1500啊 很多次 很多次冲不破 所以看来这次能不能冲破 冲破了他就很有机会 继续上market 他冲不破 可能market 就要继续横盘 或者下跌 啊 所以我们看前五点是很重要啦 OK OK 我们看BUSA 看板块 今天啊 情绪58 还不错 上升股519 下跌股382 OK 所以还不错 情绪还不错 啊 没有交易的是894 今天交易量也蛮大 3.405啊 3.405 跟BILLION 蛮大了 今天交易量 所以今天很奇怪了啊 可以找盘 冲上去一下 然后 然后卖下来 然后集团就没有什么开枪 然后 收平平 然后收盘的时候 冲上去一轮 然后收盘的时候 有有有有有有 有推上去 推上去 不是分分钟 今天是应该是没有上下了 收盘也推上去 有一点这个装饰啊 OK 消费上了0.18 工业上了0.81 建筑 掉了0.75 全部是8%啊 科技 上了1.01 金融上了0.50 房产掉了0.28 房产掉了0.28 种植没有上下 RIT上了0.02 人员上了0.82 医疗掉了0.20 电讯上了0.03 啊 Transportation 运输上了1.60 Utility 水电 gas 掉了0.13 OK 所以啊 今天 哈哈 今天 stop market almost close already so chase children no more chase stop stop market 要收 stop market 差不多要收拾了啦 so带孩子去跑家 追孩子啦 以前呢 前前去追生意 追 追工作 追生意啦 so 我呢 以前呢 我是很努力做工的 很努力做工的 自己有做过生意 也是天天做到12点 然后呢 啊 啊 什么啊 然后跟人家做工 也 也做过这个 什么啊 啊 去大公司啊 去大公司那边 啊 corporate的 企业阶梯 也 也跑过这个企业阶梯 也爬 也爬得蛮高啦 so 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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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做了这样久 做了很很努力去工作 做了很久 啊 才醒了啦 醒了啊 到最后 什么最重要 什么最重要啊 都是 家 家庭跟 什么 家庭跟 啊 啊 健康 啊 你没有家庭不好 健康不好 我跟你讲 你什么都难 你要赚钱也是难 啊 你要啊 健康没有 啊 家庭不好啊 你要做生意你要成功 很难啊 因为你的基础 家里呢就是你休息的地方啊 就是你休息你回家 啊 你在工作怎么样不高兴啊 怎么样不高兴 怎么样不稳定都好啊 你回到家有一个很舒服的家 你还是ok 哇 如果你回到家 你的家是乱七八糟 你的家是很 怎么讲啊 里面是 是 啊 很不平静啊 你要做生意你要去做工 你都很难去成功 你要很难承担啊 很难承担 两边的这个压力了啊 还有就是啊 健康了啊 如果 你没有健康 你工作家庭什么都难了啊 所以健康也要保持了 of course 每个人都会老的了啊 健康的问题一定会有了 尽量 尽量有时间就给自己啊 什么了啊 给自己保护一下自己的健康啊 so 当我们这个年纪啊 我们才懂了啊 其实啊 年轻的时候 没有啦年轻 我也是啊年轻 拼啊 去拼拼拼拼 什么都要做 什么都要做 什么都要争第一 什么都要赢啊 什么都要争第一了 当我们老一点 我们才知道 哦原来 原来呢最重要 你的基础啊 不是基础啊 你 你的这个家庭稳定啊 家庭稳定 然后呢啊 身体健康啊 然后 有这两个 这两个 这个基础啊 叫什么啊 foundation 基础啊 基础 哦 有这两个 稳定了 ok你的 你做生意 你做什么都会好啊 如果家里太不 如果身体不健康 家里也太乱去八糟 也是比较难啊 so 小孩子 of course 啊 小孩子 我们有时间 哦 就要多点陪下小孩子 啊 我们不要 不要讲哦 天天去做做做做工作到 啊 65岁65岁65岁退休 是吧 65岁啊 退休了 要陪孩子 孩子已经结婚了 哈哈哈 结婚了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家庭 他都不得共踩你们哦 踩我们哦 so 嗯 很重要啦 还有小孩子 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 哦 小的时候有要教他们 很多东西 最好哦 可以有时间陪他们 教他们 啊 人生 哦 我们的这个 我们学到的东西 我们的经验 要教他们分享一点点啊 希望他们 哦 长大了会成功了 成功 哦 不是讲造工不好啦 不是讲天天在在家 在家里追股 是最好啦 做工是一定要做啦 做工是磨练我们自己啦 我也是讲去做工做工做工 做工 啊 爬这个啊 爬这个楼梯哦 企业楼梯哦 so 啊就是那边也是学到很多东西啦 学到啊 什么啦 学到耐心啦 学到群力啦 学到EQ IQ全部啦 做工是要啦 如果你没有去 没有去这个啊 去外面做工 自己做过生意 或者去打工 啊 没有这样容易可以练到 你的这个什么啊 你的这个啊 你的这个啊 你的Personality啊 性格 性格 你的性格和那些什么啊 啊 attitude 态度 态度啦 你去到某间公司哦 那些上司会磨练你哦 磨练我们 我们就 会更加好啦 当我们灰了的时候呢 当我们灰了这些啊 当我们进不了的时候呢 有时间就要陪下家人哦 不要只是 只是 只是去工作啦 工作呢 当你工作到 到一个 当你去到 怎么讲啊 去到一个 啊 跑到一段路的时候啦 跑到一段路 你要你要看到啊 其实工作呢 是做不完的啊 你越好就越多工作 你越好就越 永远都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啊 而家庭的时间是 有限制的 家庭的时间 孩子陪你们 陪我们的时间 是有限制啊 啊 所以工作呢 是没有限制的啊 你要做几多都可以 你要做少也可以 你要做几多都可以 是做不完的啊 所以有时 啊 想想想想 你又到 到这个年纪啦 好像我这个年纪 就看到 哦原来是这样的啊 原来是这样啊 未必讲 你花多一点时间在家里 你的生意啊 你的工作就会完蛋吧 of course 要balance啊 要平衡啊 but你要做老板又不同 你要去做多大老板又不同 你做大老板 你不可以平衡的 你一定去拼命做工 一定要拼命的 but 拼了 记得拼了啊 拼了赚到了 ok有时间 那时候你可以拿多一点时间 陪下家人也是好啦 因为 家 家家不平衡 哦 迟早你的生意也是倒 也是完蛋的 哈哈 家里不平衡啊 也是 生意也是迟早 会会影响了啊 所以家里不平衡 家里不平 不平稳啊 不平安啊 迟早会 你的生意那些会影响到了 ok 所以我有Post Angel 今天 有Post云顶 更定 有Post MSC 哦 这个谁 Alice啊 哈哈哈 Alice MSC 有捞到是啊 跳起来了啦 2块8 rabbit 肯定 肯定也是啊 肯定 马来西亞 ok 等下我们讲了一点故事 我们看看股山啊 ok so Destiny拿到这个 啊 Mindef啊 Mindef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什么 Ping啊 这个Mindef啊 是这个我们的这个Ping啊 啊 军队啊 军队的工啊 啊 Ministry of Defense啊 ok 1.21个Million啊 Destiny 我们看看Destiny 有没有 Destiny 7212 7212还是在这边 0.095 然后他突破0.095 可能他可以 然后他有机会回升啊 哦 所以他不能 他还是一直跌跌跌 把他跌到很低了啦 你要小心看啊 如果他他突破0.095 他拿到大 contract 突破0.095 可能可以 有机会上吧 现在他还不能 所以现在我放个alarm去 看他能不能突破 突破了才再看 OK Public Invest 他觉得Public Invest 开始有观察啦 有coverage 啊 有观察这个 啊 啊 有报告啦 这个啊 各价Public Invest 他给1.69 啦 他觉得他 2023年可以涨啦 他的生意那些全部可以涨24% 他觉得了啊 ok 总 看看各价Public 各价Public也是一样啦 也是那个1块2那边啊 各价Public OK 各价Public 它还是1.21 看他能不能突破啊 ok 它突破了应该有机会上 所以这个是给 啊 啊 是给1.69很高啊 ok 蛮高啊 所以你看这个啊 给大家啊 给大家prospect啊 它在三角形啊 ok 在三角形这边走行 所以突破这个三角形上面 它应该要上去了 ok 它跌破这个三角形下面 它应该要跌下来了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 发一个三角形 看它突破还是跌破 ok 它 这个三角形越来越 越小了 然后它迟早要突破了了 差不多了 突破 跌破 差不多了 啊 这个你要观察 哦 差不多了 ok B-AUTO B-AUTO叻 这个RSB觉得它2024-2025年 有 也是可以涨了啊 ok 也是有机会 啊 对它蛮乐观 然后给它拜扩2.9啊 2.9 所以B-AUTO它冲上来通道顶了啊 所以可以套利一点 现在它跌坐下来 有有 可以不可以再上 还有还有机会的啊 你不要套利 你就看这个 看长期看这个 这个大通道 这个这个 这个通道啊 所以它没有 它没有 它没有讲 哇 跌破这个通道 跌破这个通道 然后开始下来 你看你要你要逃了啊 它没有跌破这个通道 还是ok 长期还是ok的 所以你看它上面还有很多目标啊 啊 RSB给2.9 MNDF给2.6 所以它还有机会啦 而本它已经冲了很久了啦 从我们这边开始冲啊 我们 这个我是讲很多次了啊 这个啊 冲了30多巴仙 再冲上去还有可能啊 套利一点也ok啦 OK SUNWAY SUNWAY 这个谁对它蛮乐观啊 这个啊 RSB啦 觉得它今天也是ok 啊 给2.06啊 今天它应该 觉得它也是表现应该ok啦 它有给它2.06 尚未暂时还在这个下跌通道 还要等啊 才没有什么突破 ok SUNWAY要做PP啦 SUNWAY 做PP Private Placement 不是这样好啦 它拿来还债 还债 跟 跟这个 Fund Working Capital啊 所以这个是不是这样好啦 证明它的这个 基金营运资金 哦 资金有一点问题啦 所以这个小心啊 ok Nissing Gate Nissing Gate又再冲 今天就上市1% 我们看看啊 昨天上市冲 冲了一轮 我今天没有什么冲了啦 今天 今天没有什么冲了 有点重了 Negade 所以Negade 我看15分钟啊 ok15分钟 ok它在这条线上面还ok啦 ok but你要小心啊 自动盈利有叫你卖了啊 so他卖了 然后他再突破 突破这条线 你要逃了啊 ok 因为自动盈利在15分钟没有降准啊 自动盈利最准是在一 比较准是在一天图啊 ok 15分钟图可以用可以参考 but他是没有降准的啊 ok 没有 我们设计这个 啊 我们设计这个自动盈利是for1.2最好了啊 ok fgv ok fgv啊 哇 今年2023年要要要要什么 fgv的目标是在2023财年筹集超过10令吉的最高年度资本支出 好 so他扩展他的生意了啊 so他他是要要出很多资本今年 啊 so我们看看fgv啊 看他他也怎么样 ok fgv fgv没有东西啦 还在跌啦 所以没有东西看 revenue ok revenue现在报警了啦 so他的这个啊 其中一个老板有拿他的文件走啦 so 他们现在去报警了啊 ok pentex ok pentex第三个季度啊 净利上了70%啊 啊 34个million 从20个million去到34 收入2097到29个million so不错啦pentex 看看 okpentex已经去通到顶了啦 有一个有一个下跌辣猪了小心啦 如果他继续跌要 这个要套利了啦 现在追进去是太吃了啦 不能追了啊 ok 看看动力股 ok动力股 hashtag hashtag呢 他开始跌了的前两天啊 开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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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6啦 现在你看他 这个 RSI有背离要小心啊 他看他已经做了背离数 开始跌 他应该会跌来这个16块 这边有滋涨 有两条线 这个趋势线跟这个支撑线 他应该在这边看他能不能反弹 他也许他能反弹 也许他还有一波 哦 也许还有一波 我 我觉得 嗯 这一波可能是 啊 下跌的波 下跌的 啊 弹上去 应该是会做更低的高 然后开始跌了 我觉得啦 这个不一定啦 嗯 你看 你看Alet Wave Alet Wave这个勒 应该是算第二波罢了 也许还有第三波啦 这个你要小心看啦 啊 他这边反弹 也许可以考虑 我现在他正在跌 你看他自动营利 他自动营利 也叫你卖了 看到吗啊 暂时放了先等他下来 反弹再算 再再算看怎么样 啊 MSC 没MSC突破了啦 所以我这边讲 MSC1.76突破了 看来他有机会去2.3 2.9 3.3 有机会 然后他红色动力又来了 又超过25 ok 他应该有机会 andrew 就没有这样好 andrew 一个下跌蜡 今天 这个665 6656 套路一点看怎样 如果下个星期他继续下下跌呢 你要你要套了 用自动营利 自动营利叫你卖 你要卖了啊 如果自动营利没有没有就ok 你看这个蜡 是不好啊 这个是下跌珍珠 你要小心啊 ok 如果下个星期多一个大红蜡 就来比较大的红蜡 就来暂时放了先 暂时不是太好 啊 等下我们猜看科技啊 看蛮其他的先 OK DW1好像又要反弹了啊 DW1呢 他做了一个三角形调整 他又突破了 看来他他想去这1.4 哦 你看这个止损在这边 0.92 有机会了啊 他上台又去 这个是最高啊 首先啊 ok 还有Eframe 可以Eframe 正在调整啊 看他有没有再突破 他调完了 如果再突破 可能还可以暂时他再跌 SMI SMI太高了啦 不要追了啦 不用讲了 讲了很多天啊 啊 云顶 两个云顶就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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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以现在星期五有点迈啦 but 我觉得他还是ok 他做了一个双底啦 所以他有机会 这个Gending Malaysia Gending也是 啊 Gending重做上去 也许他会调一轮 啊 也许他会调一轮 如果下个星期有一点 有很多红辣猪 也许你套利一点先 他跌下来等他反弹再追过 啊 你看他红色动力造75%了啊 Gending Malaysia 到25% 这个就暂时没有这样强 Gending是比较强 啊 ok 我们看这个 科技股 科技股有几个啊 科技股今天有啊 D&O 给D&O突破了啊 突破了这个通道顶 继续冲转上去 看他有机会去 MIDF4.58 5.0都有机会 嗯 PIE今天是蛮强 PIE嘞 OK PIE今天又是突破了 看来他有机会去2.9 3.1 啊 他红色动力也刚刚来 看他这个有机会上 PENTA OK PENTA 去通道顶了 PENTA就不要追了啦 去通道顶了 这个时候行啊 OK 所以今天讲到这边 我们明天 我们看大局 星期六我们看大局 看美 啊 美国看钢铁 那时候全部啦 所以明天呢 我们看一看啊 国际是怎么样 我记得明天再谈 拜拜